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生活频道 今天的西西雅图 西西雅图是西雅图地区一个很有特色的社区聚集地 它总共有两个区组成,而且它还靠海 今天我们先在西西雅图的市中心走走看看 然后到海边去吃夏威夷风味的午餐 最后我们再到海边去看风景散步 这个书店呢,它叫做Book Exchange 就是可以交换书籍的 很古老的一些歌曲啊,很旧的老的歌 现在新的歌手啊,也做唱片 因为有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最古老的方式听音乐啊 我们刚才从西西雅图的市中心开车过来 到这边呢,到一家餐馆吃饭 本来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景 就是山火,所以烟气很大 可是远处还是可以看到太空针和西雅图的一些很高的建筑 还有一个叫Lua Plate Lunch 这里面是米饭 东西还蛮多 还有小孩子的,适合孩子吃 这个餐馆就在海边 可以坐在外面吃饭 可以坐在外面吃饭 餐馆边上呢,就有一个钓鱼的这个码头 可以到这来钓鱼 还有水箱 水箱 我可以吃了一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完饭就在海边沿着海在这条路上面散步 这边停车都是免费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